好了,今天我們就不講Physics了 差不多是DSE考,我們就講一下心法 其實你看到一個題目是壓力化為實力 其實在講什麼呢?很多時候考試都會有一個情況 就是入場很緊張,緊張是不是一定不好呢? 今天和大家看一下 其實我講沒有什麼信服力的 留意一下我就找了一個文章,是哈佛的一個研究 其實這個題目就是 名為把你胃裡的結化成為一個功 什麼意思呢? 其實它是一個研究去講一些人去考GRE的事 GRE是一個什麼事? 就是一些人去考讀Master 當然深淺程度是比起我們DSE 當然深很多 有興趣你考完DSE可以自己找回一篇文來看 你跟回這裡就找得到 其實這篇文章在講什麼呢? 就是在講 說這篇文章很複雜的 其實重點就是在這裡 其實在講的是這個研究去做一些事情 其實它能夠有效地去提升 那些人的數學 在這個GRE的數學裡面的成績 那它究竟做了什麼呢? 它最主要講的是 其實我們有時候去感覺到緊張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會覺得是一個不好的東西 但是當人們在有另一個看法的時候 轉一個角度去看緊張的時候 其實他們可以把緊張的地方 本來是一個差的東西 變成一個好的東西 去幫我們去考試去成功 那怎樣去做到呢? 其實它就給學生看一段很簡單的字 其實就是這麼短的字 其實在講的 很多時候 人們都會覺得 感覺到焦慮 anxious的時候 其實就不好 就會搞到你會poor in the task 但其實事實就是說 最近有很多研究都告訴我們 其實當緊張的時候 那些狀態 其實是未必會影響到我們的成績 反過來其實是幫助我們的表現 那為什麼當我們感覺到焦慮的時候 反而會做得好一點呢? 其實這裡當然沒有細說 但重點是什麼? 就是當我們焦慮的時候 我們需要去想一件事 就是其實很簡單 我們要做的就是去提醒自己 提醒自己什麼? 提醒自己這些緊張的狀態 其實是幫助我們 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個心態的轉變 其實是令到這些學生的成績 是一個明顯的進步 還要是一個非常深的思慮 那為什麼呢? 為什麼可以做到呢? 容許我分享一下這本書 又是你得閒的時候 你得閒才好看 這本書叫《Upside of Tracks》 其實這個作者 他也在Tag裡頭有一些演講 也都試過去Google裡面 去教一些班 去做一些staff training 其實他是一個psychologist 其中一個研究的就是關於壓力 其實他講到原來壓力都有不同的種類 其中一個叫做challenge response 什麼tracks response呢? 就是當我們面對一些挑戰的時間 其實考試絕對是對我們有很大的挑戰 又或者你公開去跟別人說話 例如考Auro這些地方 其實我們有時候都會感覺到緊張 但是緊張的時候的心理狀態 其實是反而給我們能量的 例如什麼呢? 其實原來他的研究就是當這些challenge response的時候 其實就像我們做運動一樣 我們做運動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會增加血流量 所以我們的心跳會加速 但是同一時間我們的血管也會擴張 其實整體來說 代表什麼呢? 其實我們的心跳是比我們更多的血流動 提供我們額外的能量 也都可以讓我們更加集中 令到你會努力去做事 很明顯的就是不考試 我們怎麼溫習呢? 所以這是一個其中一個反應 是encourage我們去行動的 更加重要的是 他亦都給我們的動力去面對挑戰和困難 其實在這個狀況的時候 他會學習如何堅持忍耐 通過這些困難的時候 其實也會有一些賀爾蒙輸出 例如這個和這個 其實都是會令我們的神經增長 正如很多時候 人們都會說 經歷完公開試的洗禮之後 其實人們是馬上成熟了 原來這些一切就是我們所說的challenge response 就是當我們面對壓力的時候 其實帶給我們的動力 怎樣能夠有效地轉化呢? 其實我們就要提醒自己 提醒我們什麼呢? 第一件事 當我們覺得心跳加速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告訴自己 其實我們的身體是幫助我們 帶來更加多的能量 因為我們知道面對挑戰的時候 我們需要多點能量 所以心跳會加速 當你感覺到一些緊張的時候 提醒自己 其實就是正正這些反應 是比我們更加有力 更加可以運用我們的身體 不同的地方去做 手心出汗又代表什麼呢? 可能你有經歷過或者你沒有經歷過也好 其實就是你第一次拍拖的時候 你手心都會出汗的 那代表什麼呢? 就是代表一些很重要的東西 在你身邊出現 其實考試差驗也一樣 很重要的在你身邊出現 所以手心會出汗 當你感覺到胃痛的時候 又代表什麼呢? 其實是代表你做這件事 對來說是一件重要的事 原來我們的消化系統 其實有很多的神經細胞 是連接著跟我們的情感相關的 所以當我們胃痛的時候 要代表什麼呢? 就是代表我們這一刻是重要的 所以為什麼公開試 特別是你考一些深的科目呢? 唯痛得很厲害 因為你知道這件事 對你兩下是重要的 感受到Chess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告訴自己 一個很重要的事 我們不需要去做什麼 去冷靜自己 或者去深呼吸 不需要 完全完全不需要 因為這些一切的反應 其實是提供能量 幫我們去打這場仗的 所以與其我們去countdown自己 其實更加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去提醒自己 今天為什麼我們這個事 或者我們面對這件事 是這麼重要的 會令到我們緊張 而這些緊張的狀態 其實就正正是 給我們的身體有足夠能量 可以去打仗 所以若然你接下來考試的時候 你覺得緊張呢? 恭喜你了 因為你的身體其實在幫你 去打這場仗 希望大家考試順利 可以得到滿意的成績